鲤潭水岸步道历经三任处长催生 终于在110年1月份动工了 120公尺长发飙金额有1580万元 以钢购洗路骨材扑面 打造的践行步道设计了三米宽 适合游客来到鲤潭践行亲子游 并且颤连了环潭步道 不用再与汽车来征道 鲤潭水岸步道是许多当地民众 以及游客在潭北环潭的时候 就会遇到最后一段120公尺长的路段 是无法串起的 华东纵谷管理处历经多年 在多位处长的共同催生之后 终于是发包成功 并且已经完成之后 将提供游客来到鲤潭 有更完整而友善的践行路段 关于潭北的这个水岸步道 我们也是配合这个观光处 2021的这个太平洋登节 赶在这个过年前 农历春节前完工 那这个步道完成之后 它变成改变以前 如果是在潭北的游客 必须要走马路才能到这个水岸去 那现在这个步道完成之后呢 游客可以有一条那个非常安全 那景观也非常的舒适 那也非常的便利 能够到达水岸的这个舞台区 完成将串接五公里长的环潭步道 游客不用像以往 只要来到潭北码头就必须折板 希望游客在走的时候 尽量就是用比较慢行的部分 尤其它的中途点有一个一棵树 那我们也是顾虑到生态 也尽量是避开它 那比较狭窄 那就请游客也注意 那也不要跨越栏杆 以免发生危险 120公尺长的水岸步道 打桩石榴跟基桩 让水岸步道能够更稳固的 提供游客践行 环潭游气的使用空间 记者林杰送方箱 蔡邦报道